高雄 您訪問一個聖誕団的警察 因為把詞騙集團做軍事給人記了 後來這檢訪發現有另外一個 聖誕団的警察也有涉案 所以甚至還帶領這個拔轎的網站 認定他有詞騎頂頂的嫌疑 現在已經勝了協準 另外在訪問有一個公所的檢察官 他是涉嫌為有刊涉 詞騙的律師 女朋友來盜出主意 現在專案已經開通調查 詞騙集團選完 讓人押入法定 涉案的嫌疑要有警察 在月底高雄 認訪婚救客戶來 新一丹的官警 才押出涉嫌 告結詞騙集團的事件 去給檢訪機 這次婚姻檢訪還在路南 收拾港婚救 港報派出搜定十位 認定有五人涉案 其中一個人又又是警察 人事條例及公務人員考基法規定 何謂從中一次計兩大過免職處分 並從嚴追究相關人員考核 監督不周責任 方基普良不若驚訪 同地檢署信外公司檢察官也押出 替押接到詞團案的律師 男朋友七位 建議他跟詞騙集團的 郡署信定的律師合作 途件表紙已經 竟同調查 是法境階少年 参加詞騙集團有関連 也讓外界在這期內部的訪企 事件會認為 相關機關要來建立監督機制 這個調查並對 確定涉案人窮婚 退救這件 比免告其他中業人員 也因為利益觸發 記者綜合報導